為紀念ポケモー動畫20週年 官方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 最近觀眾又收到好消息 日月動畫中 趙光和小霞即將回歸 官方前日公佈角色 鐵定今年9月播出 我才要這麼說呢 有關消息最先在百度流出 途中見到小剛和小霞 換上動畫初代服飾 和日月造型的小智重聚 但最有趣的地方是 兩位同步更換日月畫風 故事講述小智一行人到關都 參加校外課程 沿途遇上色的拍檔小剛和小霞 再到重聚當然不少得對戰 預告圖可以看到 第42集和第43集 他們分別戴上 Mega李魚龍和Mega大鋼蛤 蛤? 現在不是流行用Z嗎? 下次再見吧 將來有一天一定會 啊!我相機來了 小智一行人回到關東 從於舊拍檔之餘 不知又會不會遇上色日拍檔 好像大腿鳥 她是個好人 巴他碟 和火爆喉呢 當我 不在了以後 不過怎樣也好 小霞和小剛在Pokemon的集體回憶 網民都很開心重演小智、小霞、小剛 這個動畫的初代三人組 這個動畫的初代三人組 要不要熱情 我會說 我會說